翻譯費一萬八千九 這八月的啊 可能是打贏PSG 他們去吃了一頓大餐 一萬八千九 哇 怎麼沒找我啊 欸有啊好像有找我啊 欸有找我啊 他好像去吃一個很屌的燒肉 還問老闆一起來 老闆一起來慶祝 但是那天我要直播 那天是今年年尾 一件悲劇慘案的開段 今天要正式一點啊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下我們的戰隊的財報 年度總結 我們戰隊啊 這一整年來的所有發費 所有的收入 所有營收到底是多少錢 那這一次當初我建立戰隊 就承諾大家的就是我們會把 所有的內部營運的結構透明化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回職業戰隊的救濟 然後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了解之後呢 更多人了解之後呢 自己的投入的產業 雖然不是直播啦 但是我們依然是毫無保留 來跟大家聊這個東西 就我所知啦 那個網路上好像沒有人做過那種 職業戰隊的開箱 不要說職業戰隊應該 沒什麼人做過自己公司的財報開箱吧 對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下 因為一般人會顧忌啦 就是欸公司賺多少啦 啊誰知道會不會眼紅啊 會不會有什麼惡性競爭 或者員工會不會心理不平衡 對但因為我們做戰隊嘛 我們本身的目的就不是賺錢 我們這個不是要來賺錢的 所以這個財報可以公布 那也讓大家一揮這個職業戰隊的救濟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很多人是為了看我的小老二 但此時時刻我們的視訊必須縮小 那我們馬上開啟 110年度BYG的戰隊損益欄表 對那在講這張表之前呢 以下除了一些繁瑣的數字以外呢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認為今年執行最成功 以及最失敗的項目是什麼 然後我也會為明年的戰隊做一下規劃 假設明年真的在維持跟去年一樣的成績 是非常有可能過例的 對台灣電競史上應該是非常歷史性的一刻 對但我預先在這裡 先告訴你們如果賺錢了我會怎麼運用它 對啊那這些表格呢 對大家看起來可能覺得 幹你娘後面怎麼沒數字 但是不好意思真的沒有辦法告訴你們 因為如果告訴你們數字多少 大家旁敲側擊敲一敲 可能會推測出某一項的實際數字是多少 那對我們來說是有違約的風險 對所以我們盡可能把可以揭露的東西 湊在一塊然後湊成一個數字 讓你們知道總額是多少 對那這個比例的部分可能也 自行想像一下比例 對那大家最關鍵應該是盈虧部分 那其實我在直播也說過了 盈虧我在直播講的時候是500萬 好像是在年初的時候講的 對但後來財報更新之後呢 虧損有少了30萬左右 這些少的部分是源自於那個我們的口罩 我們的口罩還有持續在網路上銷售 所以虧損從500萬降低到400多萬 總而是467萬虧損 這是今年的總成績 這個我先說真的沒有按照錢喔 真的沒有按照錢的數量多寡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猜測 對我們只是按照我們期許的一個電競隊伍 應該要有的主要的收入來源 我們去排的 但並不代表這是Beyond Gaming 今年的實際的成績 好了 那我們戰隊的收入第1項 Beyond Gaming的企業贊助 我們Beyond Gaming的贊助 由兆豐銀行還有Multorious 還有雷蛇等等的贊助商 這個是我們職業戰隊最主要 也是戰隊艦隊初期 支持我們的最大的力量 在這邊特別再感謝去年 在我們成軍艦隊第一年 就願意灑 你灑錢嗎 這樣灑錢嗎 對 但說實話也是灑錢啦 因為我們在沒有任何成績的情況下 這些贊助商就願意相信我們 不管是金錢上 甚至是資源上面的幫助 真的是太感謝了 太感謝以上這些贊助商 如果沒有這些贊助商在出血幫忙 我相信 這不是客套化喔 沒有他們在艦隊出血幫忙 我們隊伍絕對走不到今年這個成績 這支戰隊的營運成本 完全是由我一個人 由我一個人的收入 還有我個人的財產來支撐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宿舍每個月的租金 包含新姐阿姨 我們都請新姐阿姨每天來打掃的費用 加上水電費 一個月就是十幾萬 對就是眼睛一張開 一個月就要幾十萬的錢 所以如果不是初期的贊助商 在背後讓我有一個什麼 怎麼說咧 有一個基本的支撐吧 就好比 如果沒有這些贊助商 我一覺醒來我就覺得 哇一天過去了 然後我的戶頭又要扣兩萬 1990單位是萬 所以365天 我一覺醒來一天燒五萬塊 五萬四千五萬塊 對那假設 假設贊助商贊助的總額是一千萬好了 那是不是傷害減半 我原本每天睡醒要燒五萬多塊 變成睡醒只要燒兩萬多 所以那個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每天睡醒燒五萬你會覺得 噢 鏡頭到底在哪裡 今天起來好累 那兩萬就覺得 今天努力一點 馬上就可以把這個洞補起來了 之類的 也許對選手來說 沒有這些贊助商的話 他們獎金會少很多 那如果沒有這些贊助商 在一開始跟我們簽約 就是讓我知道 這一年有這筆錢 可以讓我去支撐 我覺得我可能會先沒氣 那一來我沒氣 二來那個獎金可能也發不太出去 那三來獎金發不太出去 選手的可能就戰鬥力會低一點 我不想把選手講得這麼現實 你知道嗎 因為對選手來說 贏本來就是應該的嘛 你怎麼可以因為 老闆不給你額外的錢 你就會不好好打 不是這樣 我沒有這樣想 但我其實曾經當過選手 我知道 我講自己的心路歷程 就是那個獎金的多感 對我來說真的只是一個數字 但那個數字象徵了什麼意義呢 象徵這是我努力的成果 我的努力我的能力值這個價碼 這獎金就好比是 你考了100分 你媽給你500塊 讓你去買遊戲點數卡 還是幹嘛 這之類的嘛 就是家人家長長輩師長 對你的一種肯定 對那多數的贊助商 在2022年也都有續簽了 希望明年可以再攜手並進 然後再打下更好的成績 好再來 真的這邊要給我們大家 刷一下BYG口罩讚 比昂根林電競醫療口罩 這個口罩大概是在 今年春季賽後吧 我應該是4月27號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記得 427你看我還記得 欸這沒有誰啊 這一天對我來說真的太重要 因為我深知一個職業戰隊 他要能夠有一個成熟的商業模式 最重要的兩個環節 第一個當然就是贊助商的支持 第二個就是周邊產品 你要能量來支撐這個戰隊 你會繼續營運嘛 那就是需要錢嘛 那粉絲在網路上支持 在網路上 BYG讚 讚 強 打爆 丁克屌 沒有用喔 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周邊產品 來當作這個傳遞能量的一個介質 就是說 喔這些粉絲非常支持我 然後我推出一個產品 讓他們非常喜歡 然後用了也覺得很棒 然後戰隊也能獲利 然後拿這些獲利的錢 繼續去營運戰隊 我第一時間在想 周邊產品用什麼的時候呢 我就在想一個問題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產品買回去 大家就堆在後面 喔可能像 一隻網毛還是什麼 就放在那裡 我認為這個東西意義不大 而且它 沒有辦法達到永續 因為你家再大 你位置再多 你周一天會擺滿吧 我現在買隊服 但隊服通常你不會傳出門嘛 就也是在那邊擺著 就是我認為那個購買的次數是有限的 所以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做口罩 因為口罩這個東西 第一 我們的疫情 去年的疫情是非常嚴重 所以我認為 口罩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民生產品 那你如果把它產品的品質做到好 那粉絲用得開心 然後上面又有BYG 他們也覺得支持自己的戰隊 又有榮焉 然後戰隊也可以獲利 我覺得這是一個三移 而且當時我還顧及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產品 如果賣不完呢 如果粉絲支持支持 水啦滴特屌 BYG讚 然後這些都是屁話 全部都鍵盤俠 萬人響應一人購買 怎麼辦 欸沒關係 我口罩就全部捐掉了 也沒關係 對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真的做了沒人買 那我捐去給醫院一些社福團體 那也是功德一件 我不曉得是什麼要件 所以它成功了 但反正大家刷個BYG口罩讚嘛 對啦可能源自於大家對我的支持啦 然後再來其次我覺得是 這產品真的非常的棒 對就是第一它非常的實用 第二它真的設計的很好看 我覺得很帥啦 我除了這個口罩我也不會帶其他人出門 不是為了要宣傳自己 或者說哎呀這個自己硬的不用急 也不是 這我真的覺得它很棒 所以我出門一定戴這個口罩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所有的粉絲朋友們 甚至我還在新聞上看到一個阿嬤 戴BYG口罩售吧 哈哈哈哈 然後我很多朋友也有買 就是他們可能很多年沒打LOW了 甚至也沒愛打電動 就已經有家庭了 有老婆甚至生小孩在工作 都沒有在管電動 那他們也會也有支持我買了一些 那買回去他們說 欸我媽說超好用幹嘛 然後他們又買了很多 對所以這個產品真的 應該算是我今年認為最成功的項目之一 對然後再來後面還有對服啦 那對服因為是限量的 因為我覺得對服大家不太會穿出門 我自己也不會穿出門 感覺穿出去有點怪怪的 我自己也不會穿出去啦 但是我就是看比賽的時候會穿 對沒有其實我穿出去 就是我自己在家穿一穿 然後出門忘了換 就這樣 所以我對服沒有印很多 就是印限量的 我不希望很多粉絲為了支持我 然後買好幾件對服 然後放在家裡 就沒穿 佔空間又浪費錢 所以對服是限量的 那這個收入其實並不多啦 然後再來是一個論壇 然後BYG論壇 是我在大概夏季前萌生的一個想法 因為現在網路上沒有太多 討論電競的專板 大家討論都在直播間亂刷 還是刷一些什麼屌圖、射精圖 然後沒有一個專板在討論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我可以建一個論壇 讓大家在上面討論一些 不限於BYG的一些電競賽事的討論 就凝聚一些電競族群的粉絲 再來其次是可以讓大家都有 影響這個戰隊的能力 我們的原意是讓全民參與電競 就是網路上很多人在那邊嘴話 啊幹這把怎麼那個上 啊那個人怎麼還不換 啊教練BP充很小 大家意見會很多你知道嗎 然後你意見多 你行你上 就是我們是秉持著一個 然後你行你上的原則 就是好嗎 你只要加入會員 我們那個會員最低限度是150啦 就你越繳150訂閱 你就有一票的投票權 你就可以決定戰隊的走向 好比我們有發過一個投票 就是說 欸戰隊到底要不要用韓原 這是我們那個論壇 目前唯一一次投票 就是在賽季結束 世界大戰回來後給大家投的 因為戰隊要重整嘛 然後讓大家投票 到底要不要用韓原 因為其實有一些聲音就是說 雖然我們的理念 是要讓台灣的年輕 有潛力的小將 培育他們上戰場 培養他們的實力 讓他們往更大的賽區去發光發熱 這是原意啦 但有些人覺得 欸你找兩個韓原來補 加強自己的戰績 跑開一點也好啊 你實力強 你另外三個人 被發現的機會也更高嘛 有出現那樣不值的聲音 所以那時候就開一個投票給大家投 對那好在後面 我記得是過半 過半 過半的人就是不要使用韓原 所以最後就沒有用了 所以那期待2022年 今年開始我們會有更多的 跟戰隊 事物相關的投票選項 可以讓大家上網來發表這個意見 好那收入講到這裡啦 最風光的時刻 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是我們的燒錢時刻 我一開始預期燒一千萬 然後我預計可以回五百萬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被託五百萬的現金 準備要賠了 就是今年最慘就是好不好 乾娘五百萬給你啦 就是直接燒掉五百萬 但確實今年也燒了五百萬 但是那個燒掉五百萬的程度 的方式 遠遠超乎我的理解跟想像 就你在我一年前你要我 你如果想到一年後會是這種方式燒掉五百萬 我會跟你說你還講批話 你是打卡龍條 大家看一下薪資獎金 這是最主要的部分啦 將近超過接近六成 戰隊的基本花費 我一開始怎麼算呢 你知道嗎 就是選手一年大概是五百到七百萬 就是你真的很努力 找了很多有錢力的新人 那因為他是新人 所以他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碼簽下來 但是你不能全部都是新人吧 你教練總是要有點經驗的吧 或者你對上要有一兩個老將可以帶吧 不然五個都新手 你這怎麼玩 就很像是夏令營一樣 你知道嗎 就我一年燒五百萬張之間來玩夏令營 我不是打卡龍條 所以你勢必得請一些有經驗的教練 甚至一些老將在正中 所以那個金額絕對不可能只是五百 就很可能會拉到五百五六百 甚至是七百萬 這是基本的景值 那今年的這些額外獎金 春季額外獎金發了五十萬 然後這個官方獎金是十八萬 夏季賽好精彩 這個額外獎金八十九萬 這個額外獎金喔 就是不在合約上的 就是你看到是額外獎金是我不給 都行 發最多應該是夏季啦 那夏季因為真的打得太好了 尤其是打贏PSG 打贏PSG就是一個拿五萬 包含後勤跟替補 一個人五萬總共發了六十萬 然後第二名獎金這個 好像發了將近一百萬 那世界賽勝場也是發了 去了十個人 十個人都拿了 一人拿五萬 對但是這筆本來是五十啦 那後來因為一些原因 最後這筆獎金只發了四十五萬出去 省了五萬下來 那所以這條其實就比我預期的 大概多了四五百萬喔 光這一條 那這也是這個我們今年 我們成本支出會 會這麼多的主要原因 就是選手薪資拉了非常的多 我們在期間補強了不少的選手 然後也有選手在春季賽打完就 就有加薪 那除此之外獎金也是一直發 不手軟的一直發 所以今年光薪資 薪資比我預期的大概多了兩百萬 獎金也額外發了大概快三百 總共大概就五百萬 今年額外虧損五百萬的方式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離奇 並且離譜 就是你在一年前我見對之處 你跟我說 你今天準備五百萬要燒對不對 你做好最壞打算要賠五百萬了對不對 定他 我還說對 怎麼了嗎 那你知道你最後五百萬會怎麼賠掉嗎 我知道 你趕快說 你會亂撒獎金撒光 我想說我哪裡來的錢去撒獎金啊 我那個宿舍跟選手的薪資 我都不知道去哪裡升了 贊助商不知道去哪裡簽 我光賠他們錢都不夠 我哪有錢去再燒五百萬獎金跟薪資給他們 所以但最後真的做到了 其實我在今年戰隊營運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知道 不已經成功了 對但是 就沒有必要說大話 就盡量把賺到的錢都趕快給選手 然後讓他們 再打出更好的成績吧 單純的想法是這樣 那主要 主要是覺得他們真的打得太好了 然後再來 這就可以講了 這30萬 但這30萬是兩個人而已 防疫旅館 記得我有說過 防疫旅館我們總共花了90萬 我讓他們住最好的旅館 但是這90萬 因為Ryot有補助 他們補助了8個人 所以其實我只要付兩個人的錢 也就是18萬 那機票是12萬 我還以為去打個世界賽要花100多萬 但是後來發現 Ryot補助蠻多的 我們只要出一部分的這個 還有一些旅途上的一些餐飲費用 這個世界賽應該花不到50萬 然後再來週邊商品成本 這個也是 我們今年營運成本 拉到快2000萬的原因 主要奇異就是薪資獎金拉高了 大概500萬 比預期的超支了500萬 再來就是週邊商品 因為賣得很好 所以那個成本也拉得非常的多 所以那個成本也拉得非常的多 今年超支了1000萬 大概就是在這裡 主要是週邊的商品 跟這個薪資獎金 然後日常數目支出 這個也很精彩 因為我們一開始站隊在 永和 永和嗎 永和路是中南永和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離我這裡有點遠 所以我對那裡不是很熟 然後每次跑 每次去站隊那路上真的好痛苦 但是又不去又不行 要嘛是站隊打輸 要嘛是團練有一些氣氛 有一些可能教練處理不了 或有些人狀況真的太差 我必須跑一趟 當面給他開導一下 沒有給壓力喔 沒有給壓力 雖然我覺得很奇怪 我每次去基地開會 每個人都嚇得要死 每個人都很怕我 我眼裡的這些選手就是 阿丁特特哥來了 特哥來了 我今天怎麼樣 500分 我昨天把對面殺爆 我們比賽怎麼樣 聊不聊 我想像的選手 應該是這樣子的 但實際上的選手是什麼 我走進去喔 來 小亮北京幹你娘 白痴 老闆 老闆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下 昨天那個 昨天OPO不是有一場 結打野嗎 你發給我看 突然所有人 他媽正經為座 臉上的笑容都縮起來 我想說 幹你娘我是瘟神嗎 每次都這樣 就是選手覺得我去就是要定他們 每個人都正經為座 覺得我在教育他們 或覺得自己要被開了 好特哥好 知道好 阿有問題嗎 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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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完肩膀離開 我就會聽到他們 啊 就是他們 送了一口氣 這個情況到現在還是沒有解決 我必須說 從一開始在那個 那個德河路的基地 那邊 我們就是一個小房間 一個訓練室 然後睡覺在上面 然後有一個會議廳 就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想說小小的空間 大家比較 比較壓迫就算了 然後因為他們春季賽打得很好 所以我幫他們 免費升級 對他們來說是免費 對我來說是一筆花費 我幫他們免費升級宿舍 增成一棟別墅 就從一個訓練室 升級成一棟四層樓 和地下四五樓 升級成一層五樓的別墅 然後去到那邊 空間大啊 大家玩得更開心 但是 遇到我還是會正經回座 所以一整年過去還是改不了 然後戰隊主要就是 宿舍的租金啊 還有清潔費 就是我們每天都請清潔阿姨來打掃 還有水電費 跟設備載購 這些是最主要的 這三項應該是最主要的 然後戰隊的租金加水電加阿姨的費用 一個月大概是十... 十五萬 大概是十五萬 設備 設備我剛剛有一個 三萬五 不知道哪三小 不知道這買什麼設備 二月買 交通費儲值一萬 這個就是計程車錢 我們計程車是用一個APP阿 那APP他們直接搭計程車不用付錢 用那個扣點就好 然後還有 單費一萬 橙子蛋糕一千五 賽後補給品 二百塊這三小 對選手攝影總共拍了三次阿 他是十幾萬 十幾萬 如果未來有那個專業有朋的 然後可以幫忙選手拍形象照的 對阿可以有優惠價有甜點價的 也歡迎私訊我 好不好 反正我拍了三次十幾萬阿 如果你有更優惠方案 歡迎私訊BYG粉絲團 然後還有 欸尿布七千四百塊 那是尿布 不是我們有人什麼脫肝還幹嘛 對是 我們Kino阿 在五月的時候生寶寶阿 對他五月的時候生了一個小孩 對所以戰隊就是 買了半年份的尿布 尿布送他 還有奶粉 然後補蚊燈一千塊 補蚊燈四三小 其實我沒公司寫長子 我也是跟著你們一起看的 老闆請吃飯 一萬三千塊這吃了什麼 五個加替補阿 六個 加上張文藝教練 比對九個人 九個人吃了一萬三千塊 欸 嘿嘿 七月有贏下什麼 有什麼豐功偉業嗎 剛剛他們吃了一堆一萬三 喔沒事沒事 日常肉品八千 設備七千八 餐飲費一萬八千九 這八月的阿 可能是打贏PSG 他們去吃了一頓大餐 一萬八千九 哇 怎麼沒著火阿 欸有阿好像有著火阿 欸有著火阿 他們好像去吃一個很屌的燒肉 還問老闆一起來 老闆一起來慶祝 可是那天我要直播 那天是 今年年尾 一件悲劇慘案的開端 要給劉伯源看我這落魄的樣子嗎 如果那天跟他們去吃該有多好 一餐吃一萬九阿 好香阿 多數都是吃合理範圍阿 沒有吃很貴阿 偶爾吃一餐一兩萬的 那個可能就是 可能是有打贏大賽 還有戰隊的隊伏製作 因為我們夏季賽喜歡多了趙鋒女 對所以 我們要新印趙鋒的logo 所以那個隊伏 重印有一些成本 吃了老乾杯一萬塊 一萬九 不是不是乾杯一萬九 老四穿一萬塊 到底吃爽沒阿 他們八月吃了四次大餐阿 找好通 好像只有找我一次嗎 什麼怪怪的阿 等一下等一下 好沒有 這是設備阿 有一個設備的錢 他給我key到餐飲費去 我想說 餐飲費吃一萬多 然後怎麼是設備的型號 保險費 八千七 十月好多餐費 應該是在冰島出 應該是在冰島吃的 後面大條還是什麼阿 水電費 他們暑假的水電費一期 七萬四 一張水電單要七萬四千塊 然後還有兩筆律師費 共十萬 這兩筆是 因為採權要轉會 要看合約 站隊這裡呢 有請一個律師幫忙看 然後幫忙 這是什麼見證點嗎 也就是陪他簽合約幫他看 然後幫他改合約 然後我們也有讓採權的家人 自己請一個律師 然後站隊也幫他出這個錢 所以兩筆也是十萬塊 然後還有站隊外套 做了十幾萬 不過這個沒有對外賣 站隊外套真的貴耶 我們是訂的那邊賺 站隊外套十幾萬耶 設備 哇 這設備好硬喔 設備總共花了五十幾萬 也就是電腦啊 電腦全部都換新 好啦 後面都是一些大支 總和就是這樣 那站隊其實 這個日常輸入支出也超過我的預算 一開始想像大概一年兩百萬 就是基地大概七萬塊 然後加上水電網絲可能十萬 一年就一百二十萬 然後雜資啊 想說坐車啊 可能設備加一加 我那時候設備也是抓差不多五十萬 就基地一百二嘛 房租水電還有清潔大概一百二 設備加一加五十萬 大概一百七 然後三十萬給你坐車吃飯 應該弄不完吧 我一開始是這樣想 對 但實際還真的弄不完 一大堆雜資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什麼美術的費用 這裡人事成本還有包含一些 一些口罩的設計費用 這個平台啊 去販售一些手續費 然後出貨運費也超貴 所以請大家 你如果買了東西 你真的一定要記得去提 你要注意手機簡訊 對 因為很多人到Seven貨到付款 然後到那邊了 他沒有去拿 好像三天就會被退回來 然後退回來 寄過去寄回來 兩次運費我們都要自己吸收 就是我 你買了我沒賺到你的錢 然後還要付兩趟有資 這很多是 很多錢是浪費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個運費超貴 這個運費我記得是七八十萬 運費七十萬 沒錯 運費總共七十萬 浪費掉的運費可能有十幾二十萬跑不了 絕對跑不了 浪費蠻多運費在裡面 好啦 那這集的戰隊財報就開箱到這裡 希望明年這個數字不要是紅色的 呵呵 但今年紅色的數字我甘之如一啊 真的甘之如一 因為今年做了兩項非常成功的項目 對 剛剛第一項講過了嘛 就是口罩 這一項其實是小柴犬 對 因為小柴犬在今年的表現非常亮眼 對 那最後也成功的到更大的舞台去發展 那其實這是 這是我認為今年最成功的項目 其次才是口罩嘛 但我覺得兩個成功的程度 其實是可以相提並論 就一個是默默無聞的小將嘛 從二隊上來也沒有什麼大賽的經驗 然後一下子就兩次的世界賽 一次MSI一次世界賽就經驗全球 另一個是我們那個口罩 我們沒有任何販售商品的經驗 甚至沒有任何設計的經驗 但是我們可以賣出這麼好的成績 我覺得這兩個 這兩件事真的都是奇蹟啦 但是我把柴犬列為最成功的事項 是因為我們建立戰隊的初衷 就是要培育台灣的人才 那如果有大賽區願意簽他 願意花錢買他 那就是我們這個人才 培訓成功的最好的證明 真的這真的是最好的證明 所以我認為柴犬是今天最成功的項目 對其實就是這個口罩 那最失敗的勒 我個人虛心檢討 應該是這個論壇 因為當初建立論壇想說 讓大家可以聊天 然後可能有很多投票的事項 可以讓大家參與 但是因為他的時程太久 因為我對於網頁架設 真的太不熟悉了 所以我根本對那個進度啊幹嘛的 就很難去掌握 所以到了整個賽季結束他才上 真的很感謝很多小股東 願意贊助我們這個論壇 讓我們也多了一些資金上的力量 對但因為賽季結束了 就沒有辦法做什麼操作 就最後有辦一個年終尾 有邀請一些大股東來一起吃飯 對就這樣 我覺得這次論壇是今天最失敗的項目 好啦我們這期的 BYG戰隊年度財報開箱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我們的主要的贊助商們 真的是給我非常大的助力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這些贊助商 再來其次 感謝電腦手機屏幕前的你們 願意支持BYG 願意花錢用實際的力量 購買我們的周邊產品 感謝你們 謝謝 希望明年我們的成績能更好 BYG FIGHT